51. 成報 科大科研助治療慢性脂水損傷 2015年7月27日 醫見A.09本部《港民部》報導 香港科技大學生命科學部助理教授劉凱領導的研究團隊 成功發現可令皮質脂水促再生的方法 有望治療慢性脂水損傷 皮質脂水促是控制身體自主運動功能的重要神經組織 這項突破性發現以刊登於國際權威學術期刊The Journal of Neurations 脂水受損的病人一般會失去活動能力 生理及心理承受極大壓力 嚴重影響日常生活 現時全球有數以百萬計的癱瘓病人 而在香港、台灣、歐洲及美國 每一百萬人中 每年便有二十個脂水受損的新個案 患者一般只能透過物理治療及復康護理作為長期治療 若要受損的脂水神經 包括皮質脂水促再生 繼而恢復活動能力 被視為非常困難 特別是對於慢性脂水損傷的患者 受傷超過一年 脂水受損神經可再生劉凱教授的研究團隊發現 透過剔除 基因 會令另一種基因 脂的活性增加 從而使受損的神經續突突 甚在生及形成突足連接 研究結果更發現 即使在嚴重受損長達一年的脂水 仍有續突再生的情況 為治療慢性脂水損傷帶來希望 研究團隊分別在皮質脂水促瓦急性受損 脂水以嚴重受損一個月及十二個月的三組小鼠進行實驗 發現三組小鼠的皮質脂水促均有再生 表明透過剔除基因 可令皮質脂水促再生 研究結果顯示 即使在嚴重受損長達一年的脂水 仍然可以有神經再生的情況 神經續突負責傳遞訊息到不同的神經元、肌肉及鮮體 是連接神經系統的橋樑 神經續突再生時尋有脂水損傷病人 邁向康復的首要一步 劉海教授表示 皮質脂水促再生一直是該領域的一個重大挑戰 尤其是對慢性脂水損傷 他補充 到目前為止 類似的實驗都是在急性或亞急性損傷的模型上進行 這項研究是首次在慢性損傷的傷口上發現皮質脂水促再生 劉海教授畢業於北京大學 於羅格斯大學羅斯特斯大學 取得神經科學博士學位 正於哈佛大學波士頓兒童醫院從事科研 2011年加入科大 做詞 Scriptures games 包括贈禱 威閣 準系 跳